香港爆发第三波疫情以来 中央应特区政府请求及时伸出援手 派出多题次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援助香港抗议 一众团体和市民也自发通过制作新议卡 谱取等多种方式 向这些最美逆行天使们 调达由衷的感谢 香港设计师周易所画的逆行天使 赠予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后 在香港社会引起很大反响 画一张画的出发点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知道有七位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的先锋队员 有七位会来到我们香港 到了作为一个香港市民 对于中央对我们香港的关怀 其实我很感动的 透过这一幅画 传达一个讯息给医护人来港的 医护人员一个冲心的感谢 周易表示 目前中国内地疫情已经受控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从低微的地方来到香港 对市民来说 他们就是逆行者 对于这种行为 自己深受感动 也因此这幅画是他目前用时最长 绘画最精细的一幅作品 画中上辉下彩版面结构 也是有着特别的用意 整幅画的概念就是说 我为什么不选择去画一个香港的日景呢 其实我就是想 暗地里就是反映了 在香港这个时期 是处于一个在暗的情况 9月7日下午 周易以及一众市民 带着共53幅上书感谢国家 同心抗疫的逆行天使画作 送往香港中联办 希望通过中联办的工作人员 转交给支援队的队员 他希望通过这幅画 告诉来港医护人员 香港有许多爱国爱港的人 欢迎他们 感谢他们 这也是源于同根同源 血浓于水的情感 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居民 一直都是在香港长大 其实我自己本身对香港的感情很深 经历过殖民时期的情况 接着到1997回归之后 祖国 我们要香港回归回祖国 其实之前我自己对中国 对我们祖国的情怀没有那么深 但是回归了二十多年之后 也都经过这两年的事件 反而我觉得 我更加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 据统计 截止至9月7日晚八时 香港已有超过119万名市民 参与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在本次检测中找到的确诊患者 共16名 比例相对较低 使特区政府更全面了解香港疫情情况 也离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更近了一步